来,第一个问题,闭上眼睛,第一个问题,谁先喜欢上对方的,一二三,这个题大,没有默契。 这就是默契,我都认为是我们先喜欢上对方的。 对,这个东西就对。 好的,第一题算你们过,第二题,谁先告白的,一二三。 好,第二题答对,第三题。 因为你没有那个吗,送出去,我给你告白,让你跑,你说等我一下。 第三题,谁先亲的对方,一二三。 好,第三题答对。 对吧,这是要调整的使用。 第四题,谁更容易吃醋。 一。 好,哇,可以了,这个默契度可以了。 好,第五题,谁会查对方的手机。 一、二、三。 查对方的手机。 就是没有这个环节,但是可以对那个人物的判断。 对,是的。 那这一题就算我们不对,然后我们来下一道题。 不,你觉得协会。 我没选,因为我觉得我们俩都不会。 因为应该是很相信对方的那种。 所以就不会。 但是你们俩都不会。 那俩都不会。 那俩都不会。 所以我们俩都不会。 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不需要用手机。 对了。 那第六题,吵架了,谁先道歉。 哦,对了,现在已经对了五道题了。 我们玩完吧,好吧。 好。 这个粉丝福利已经可以送出去了。 导演是不是叫马开? 那是导演拍的那样子。 马开。 第七题。 家里面谁说了算? 哦,对了,对了,对了。 第八题,谁更爱自拍。 哦,这个,这个。 乔总就是,乔总感觉瘦。 乔总肯定在我看见的地方。 要不然他距离的头像还挺帅的,肯定要自拍。 然后第九题,觉得谁更好看。 这个算是默契吗? 绝对的默契。 绝对的默契。 第十题,谁更爱对方。 好的,好的,这也算你们对了。 我还帮你弄了小鸡鱼。 你被冤枉的时候,我还给你弄了小鸡鱼。 我磕到了,磕到了。 好,谢谢。 谢谢。 谢谢。 感谢观看